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台媒报道 就在台湾当局正式开放美国含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的元旦当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 你对台湾的乘用车和轻卡车轮胎征收反倾销重税 税率为52.42%至98.44% 对此 台湾轮胎业者一片哀嚎 直呼税率超过40% 台厂就不用玩了 台湾地区媒体也评论 原本台当局在开放美国莱猪进口后 台湾民众期待好歹可以换得双边贸易协定 以及台美经贸互动增加的回报 谁料不仅BTA成为泡影 倒是换来了美国对台湾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民企党当局对外贸易的大幅让步换来美方冰冷以对 美国的这份新年礼物 让自我吹嘘美台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民进党当局 情何以堪 对此 台湾学者施威权表示 美国对台湾轮胎课征反倾销税的态度 证明了进口美国莱猪与经贸议题完全没有干系 美国此举无疑是戳破民进党当局的谎言 如果莱猪真的是美国跟台湾经贸赛局的一场关键入场券 照理说就不会有课征反倾销税的下场 台湾内部本来还有人寄希望于莱猪可以开启美国和台湾地区经贸合作之路 现在来看仍然无望 过去两岸之间有沟通管道时 台湾还有机会参与国际经贸 马英九执政时期就与新加坡、新西兰成功洽签自由贸易协定 但如今两岸没有沟通管道 台湾失去了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杠杆效力 未来台湾对外经贸障碍恐怕将不减反增 任美国予取予求 即使美国类似的对台不友善态度早就有所露头 就在半个月之前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汇率报告 就将台湾地区列入了所谓汇率操纵实体的名单 面对如此残酷的结果 台湾知名政治学者、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指出 美国将台湾列入汇率操纵实体的名单 对台湾轮胎厂商课征高额的反倾销税 绝对不是莱猪进口的打脸或真心换绝情而已 这其实是美国就事论事的所谓大国风范 美国如此 日本也会如此 所谓开放日本核实进口 有利于日本支持台湾加入CPTPP 也终将只是骗局一场 日本与美国一样 即使开放核实后 也同样会是就事论事一马归一马的立场 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美国 编了个莱猪换BTA的谎言 使得台湾民众的健康暴露在危险中 也没有为台湾融入地区经贸整合开拓空间 这样的民进党当局 带领台湾走的经贸之路 只能是越走越窄 新怀两岸快乐评 我是昭阳 再会